都一跑圈 都二还在跑圈 果然史莱克还是原来的味道 不过看着霍宇浩的坚持带动全班同学 确实能让人热泪盈眶 就在不久前 周一老师将霍宇浩叫到了办公室 至于目的 则是因为他无法看穿霍宇浩文 想当面审问清楚 在知道其五魂为精神类的灵谋后 便将之带到了魂导学院 他们穿过富丽堂皇的大厅 一路进入到十二号试验区 看着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奇魂导器 霍宇浩也算找了见识 等到试验区大门打开 应用眼帘的则是数位各司其职的学生 周一当即就将这里的负责人叫了出来 他名叫藩宇 是史莱克首屈一指的魂导师 对魂导器的研究至深 藩宇一直在寻找精神类魂师 帮助他制作魂导器 周一此来就是为了将霍宇浩介绍他 可四处打量后 他认为其魂力和身体素质都太弱 难以达到要求 见状周一便让霍宇浩展示自己的特殊之处 随后灵谋舞魂发动 一股附带探测和共享的精神力发出 藩宇感觉到惊讶 如此奇特的魂导 竟出自一只十年魂导 周一认为有可能是触发了小概率的魂导变异 紧接着 藩宇便让一位名叫菜头的学生出来 让霍宇浩对其进行辅助 定庄魂导炮便是他竭尽研究十余年的强大杀器 只可惜缺乏使用者 很快在菜头的带领下 霍宇浩便来到了发射 查射开始 菜头将定庄魂导器召唤而出 只见一种以极为复杂形式汇聚的能量 在蓄力后空出 击中靶子后又疯狂一散 接下来菜头继续发射 以百发百中的精准度通过第一个小关 然而其后的第二关有种模仿真实场景的感觉 靶子更是飘忽不定难以锁定 见状霍宇浩魂寄发动 将探测到的靶位共享给菜头 有了魂寄加持 菜头很轻易就能瞄准发射 可惜距离远的靶位霍宇浩难以探测 他们最终栽在了第二关上 发射试验结束 翻语有些失望 他认为霍宇浩的魂寄至少需要能够探测百米以上才行 随后他便让菜头为霍宇浩科普魂导器知识 魂导院研究的魂导器分别三种 有近战魂导器 远程魂导器 以及定装魂导器 近战魂导器外观类似普通的武器 只不过威力更大 附带属性效果 远程魂导器则需要注入更多魂力发射 攻击距离也会更远 而定装魂导器则不需要注入多少魂力 且射程更远 威力更大 然而凡事都有代价 定装魂导器制作精密 耗材稀有 还要遵循属性克制 所以并非无条件压制远程魂导器 同时他还有一个最大缺陷 就是难以定位瞄准移动目标 所以才需要有人辅助 当然 其获得的收益也会极大 理论上可以将魂师的攻击力提升十倍 介绍完后 周一便带着霍宇浩离开 他希望霍宇浩能够刻苦修炼 将探测范围提升到百米以上 让帆宇收他为徒 不过前提是他不被淘汰 说着周一离去 可就在霍宇浩弯腰送别之时 他身后有人到来 回过头原来是唐雅 他此来就是为了带霍宇浩发财 约定晚上见后 很快下一堂课到来 周一让同学广场集合 这次他同样安排了跑圈 不过需要负重穿上铁衣 一直跑到下课林响 可以使用魂力 却不能释放魂计 届时最后一名将被淘汰 离开新生一班 就算是辅助系魂师也无法庆免 同时 他也是为了通过跑圈 挑选出班长人选 起初霍宇浩一直跑在末尾 甚至都不如辅助系的女生 同学大都瞧不起他 王东一直跑在第一 很快就套了霍宇浩的圈 与之对上了眼 两人相视一笑 又开始各跑各的 一圈圈下来 霍宇浩早难以支撑 他归宿慢跑 被其他同学牢牢甩在身后 很快 其他同学也已支撑不住 甚至开始休息 他们认为 有霍宇浩的垫底 轮不到被淘汰 他已经开始跑得摇摇晃晃 可还是不断坚持 就在他身体达到极限之时 玄天公发力 自行运转 助他疏通筋脉 并将之拓宽 此时霍宇浩的体力还在消耗 然而他依旧在慢跑 未曾停留 穿过一个个正在休息的同学 天气炙热 他流下的汗瞬间被蒸发 终于他坚持不住倒下了 可他凭借伊丽 很快又重新爬起 继续向前 其他同学被他的精神打动 受到鼓舞 一个接一个地站起身 王东建霍宇浩 意识开始模糊 便连忙将其扶起 两人就这么搀扶着往前跑 随后 其他同学不再休息 都跟随着霍宇浩的脚步向前 时间缓慢流逝 铃声响起 全班同学都已累瘫 周仪老师很满意 没想到在霍宇浩的带动下 全班同学都能坚持下来 这让他惊喜不已 因此他没有淘汰任何一个人 而霍宇浩也是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 成功当选一年级一班班长